这是大昭寺 大昭寺坐落于八国街 那周边呢 都是八国街的市场 这边也是拉萨最繁华的商业地段 基本都是手工一品古玩 要不然就是一些照相馆 这个商业业态确实还是跟内地多少有点不同 那内地的商业街呢 夹着很多的这个餐厅 再就是奶茶店 可以看到至少就目前我们事件所及 还没有什么奶茶店 当然这里也有就是比较少而已 餐厅就更少 餐厅我想是不是由于说距离寺庙距离太近 是不可以有这个餐厅的 我是不太清楚 我是猜想的 众所周知 拉萨是属于自治区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特殊性是外籍游客是不可以自由行到西藏的 所以这里的外国人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但是也有 我也看到差不多也能有十几个老外了 应该是抱团来的 这夜晚的八户街灯光亮起以后景色依然美丽啊 这里有很多内地的游客穿上藏人的服饰来拍一些写真 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嘛 那基本拍写真的呢 一百个人里面至少应该有95个是女性 当然今天我也看到几名男性拍这个写真 穿上藏人的服饰 可能绝大多数男性都还是不喜欢拍照吧 钻镜啊 围着这个寺庙一圈钻镜 这是藏人特有的这种祭祀方式 这个楼是旧西藏的监狱 里边监狱啊 酷刑寺啊 看着还是比较残酷的 拨人皮啊 给人用行蛙眼割鼻之类的 用今天的 人们的价值观来看 还是非常的 野蛮 典型的藏式建筑风格 今年看起来 也是平淡无奇哈 但是想想在 过去的西藏 那内地绝大多数还是平房的时候 藏人就住的都是这种小三楼 那也蛮不错的 只不过就是这种建筑风格啊 里边的那些房间布局啊 可能汉人住起来还是有点不适应 跟我们的居住习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尤其是看一看这这边的窗户都是那种小窗户 这个是是新盖的了 那过去的窗户 藏人的窗户都是小窗户 可能我想可能是也是由于 西藏这边呢 海拔高 被称为世界无几嘛 所以 这里的紫外线也是 非常的强烈 那窗户小一点 是不是也是避免 室内的阳光太足太毒呢 那就不清楚了 不得而知啊 这个窗户大一点可以用大一点的窗帘吧 所以说具体的情况也不得而知 找机会问个当地的藏人看看是什么原因吧 那藏人来这里呢 跟绝大多数的内地的汉人游客是不同的 他们到这里来呢 是主要祭祀 来朝拜大昭寺 然后此外的话就是围着大昭寺的寺庙 也是钻经嘛 绕一圈 念着经 也是藏人特有的这种祭祀方式 这里到处的食物工一品店 服饰店 再有就是一些摄影店 大家眼前的这个画面呢 这个窟楼就是这个骨头吗 骨骼吗 就是 牦牛的骨骼 也是 绝大多数家庭的一种装饰品 看着还是挺霸气的 只不过就 就我的习惯而言 就是汉人呢 可能是对死亡 就比较忌讳 所以说一般汉人是很少用这种动物的尸体呀 骨骼呀 来做装饰物的 当然服饰除外 服饰也只是说是取用他们的皮毛做一些衣服 而很少会把这种动物整体的这种 这种尸体的整体形态呈现 这是汉人跟藏人文化很大的区别 那现在夜晚了 这太阳也落山了 天也黑了 很多的商店呢 都关闭了 但是你看这些楼呀 实际上有很多的楼里面真的是居民住户 只不过所有的一楼都拿来做商用 价值最大化嘛 做商用的话 毕竟创造价值更高一些 房子租金高 此外又可以卖一些商品 那二楼以上呢 很多的楼都是居民住家 好多在这里拍写真的 还有一些网红 还有一些直播啊 看这设备比较全的 估计是直播吧 这是 京帆 齐帆 京齐 天黑了 这是拍写真的吧 应该是 不像是什么网红 网红的话一般都是来做直播的 好吧 出去吧 那来到这个大昭寺呢 各条路的通道啊 都是需要通过安检的 对游客来讲的话 也来不了几次嘛 但是对于生活在大昭寺里面的 居民呢 还是有点不便利 就是居民也不例外的 居民回家也需要过安检 所以说身份证也要 看好了嘛 身份证丢了 就回不去家了 也不是说会不去家 反正会比较麻烦嘛 那 这就是大昭寺外的商业八国街 白天还是非常的繁华 那现在 差不多有七点吧 七点多一些 这个商业街啊 就都关门了 关门的时间还是比较早 所以说藏人跟内地还是很不同的 内地基本不工作到人员稀少 那一般都不会协业 当然价值观不同 毕竟内地的汉人 还是对金钱和物质生活更高一些 还是希望说是能够多赚一点钱 那藏人相对来讲 生活还是压力比较低的 民族政策好 国家有方方面面的补贴 就这次十一啊 我看一个藏人网红 一个藏人博主 up主 发的一个视频 就是十一国庆嘛 藏人每个家庭 分了一台洗衣机 这在 这在内地人 汉人来讲 那是不可想象的 绝对不会有 呃 这种福利嘛 好吧 先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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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